今天回到台湾来看到 一般大家对于这个学生宿舍的印象 应该都是停留在老旧的纱窗门 或者是木板钉的一些床铺等等 不过我们要看到就是 在台中的冯甲大学的学生宿舍 他们新建的这个宿舍大楼 有很多种不同的房型 其中有家庭式的宿舍 竟然是设计成楼中楼 有大片的落地窗 很像饭店 还有这个一楼的公共空间 是交仪厅 也非常的漂亮 有沙发 健身房等等 学校表示说最贵的楼中楼 一个人一个月是要9000元左右 不过还是有好多的学生抢破头 挑高楼中楼空间宽敞 木地板搭配砖墙和轨道灯 浓浓工业风 大片落地窗让房间特别明亮 另一面还有旋转楼梯 节省空间的设计 也提升房间高级感 一楼公共区域有专业健身房 沙发休息区 还有自住洗衣区 烘衣机都是全新装潢 设计现代化 这里可不是星级饭店 也不是什么俱乐部 而是冯甲大学的学生宿舍 比较便宜住起来很舒适 我觉得这个大厅就是 看起来蛮高级的 我觉得如果以这个价格 能住到这种环境 算是不错的 冯甲大学宿舍 区有多种房型 让人眼睛一亮的楼中楼 是家庭式的学生宿舍 有四间单人房 一个人月租金9000元 四人套房 一个人月租金6600元 到8400元 再便宜一点的也有 四人雅房 一个人月租金2900元 学校说越贵的宿舍 设备越多也越抢手 套房的中签率就只有一趴 同样也是让人羡慕的 学生宿舍 中心大学改建男生宿舍 走日式极简风 一体成型的床铺加书桌 精巧又灵活运用空间 女生宿舍则是四人套房设计 干湿分离也很抢手 每人每月的租金不超过3000元 大学改建新宿舍价格 虽然比过去高一点 但跟外面的学生单人套房 一个月平均六七千元 比起来还是很有竞争力 华士新闻 雄木兰林品兴台中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 广告